费城,这座美国的古都,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东南部,犹如一颗镶嵌在德拉瓦河谷中的明珠,它不仅是德拉瓦河谷都会区的中心城市,更承载着美国深厚的历史底蕴。 以其90-1800年,费城更是在华盛顿监视前担任了美国的首都角色,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,作为美国最老且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之一,费城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。 2015年,纽约时报更是将其评为2015年必去的52个城市之首,这无疑进一步提升了费城在全球旅游地图上的热度。 当你踏入费城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座巍峨壮观的费城市政厅。 作为费城最引人注目的地标性建筑,费城市政厅始建于1871年,经过30年的精心施工,终于在1801年落成。 其耗费的巨资和长达30年的建造时间,都足以见证当时费城政府对这座建筑的极高重视。 费城市政厅不仅是费城的社区会堂,更是美国所有市政厅中规模最大,高度最高。 花费最大的一座,从1901年至1908年,它甚至一直稳坐世界上最高的可居住建筑的宝座。 每当夜幕降临,滑灯初上,费城市政厅便犹如一座灯塔,照亮着整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 离开费城市政厅,你可以沿着历史的足迹,来到费城自由中的所在地。 这座中也被称为独立中,是美国独立的象征,更是自由和公正的化身。 它的知名度在美国仅次于自由女神像,参与了美国早期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事件。 当你站在自由中前,听着那悠扬的钟声回荡在耳边,仿佛能感受到那段争容岁月中的激情与斗志。 如果你对艺术情有独钟,那么费城艺术博物馆绝对不容错过。 作为美国最大的美术馆之一,它本身就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建筑。 其展馆位于费城的黄金地带,古希腊神庙式的建筑风格,让人叹为观止。 馆内收藏的艺术品达三十多万件之多,其中以法国印象派作品最为著名。 漫步在展厅之间,你可以欣赏到范高的向日葵,雷诺阿德木遇者,毕加索的三个音乐师等众多世界级的艺术真品。 当然,除了以上这些景点外,费城还有许多其他值得一游的地方。 例如始建于174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,作为美国最古老的私立大学之一,和长春藤盟校之一。 它的校园建筑充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,和英国式的典雅沉静。 漫步在校园内,你不仅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学术氛围,还能欣赏到那些古旧的欧式建筑与长春树绿叶相互映下的美丽景致。 总之,费城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,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, 艺术迷,还是自然探索者,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和启发,来费城吧, 让这座城市的历史、文化和美景深深地打动你的心灵。 就 diesrieb了反思维辨讯是非被帶走过去的ikt bord的灯 可是太呜在哈勒倉呢,听求 tel皮打给我买到 Hank准央 enfermed城 compass质chu的作品味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